如果你是第一次来FindHere的新朋友 这个频道是你我旅行生活的私房站 分享一切关于旅行住宿 美食咖啡 Breaking News 各位饭友们大家注意了 今年2020年的加拿大国庆日 没有烟火 没有游行 没有演唱会 更没有生日蛋糕 大家别失望 加拿大放风频道 为你准备龙虾大餐 还有野餐 邀请你与我们一起去船上boating 从拉西云河到塞罗伦斯河的老港区 看去年烟火节的片段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加拿大放风频道 我们现在在Metro这个超市呢 它虽然名字跟法国的Metro超市是一人 但是是不同体系的 但逛起来还是很OK的 因为加拿大很多超市逛起来 不是那么的精彩 这家还OK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龙虾 它的龙虾有卖生的跟熟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买熟龙虾 因为我不太敢煮生的龙虾 我们就买龙虾来庆祝一下加拿大 福庆日吧 Happy Canada Day 我们来买龙虾吧 我们现在就来Metro买龙虾 吃龙虾大餐 Let's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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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r Look at these lobsters oh my god the size of them it's gonna be delicious so these are from Gaspésie north of Quebec and about eight of them yesterday they're still on special now so about $10 a pound so bought for $80 of lobsters which is not expensive really not compared to usually so awesome 生龙虾和熟龙虾的超市有Metro,Provigo,IGA 知道如何解读超市的FLAIR之后你就不会跟我一样买到活生生龙虾不知道怎么煮了 法文Omar Vivant Light Lobster 生龙虾Omar Quid Cool Lobster 熟龙虾 需要记得看清楚FLAIR 购买在地产品支持你所居住的在地城市 今天我们一起去boating 还有在boating上面吃野餐吧 在船上吃野餐 那这个是当我们说的传统就是在 Kandata Day就是他们Bruce的时候呢 去野餐 但是今年呢因为Coffee Night没有关系 所以很多游行活动或相关的庆祝活动都取消 what 那我们去船上野餐吧 绝对可以保持两公尺的安全距离 因为船是这样的小装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出发去野餐 那我帮大家煮变哪些食物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跟着我去野餐 我们一起发现城市的美好 今天好low 大概有35度 然后在门屋里面因为有西蚕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船上野餐的所有的食物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袋子里面 好像搅担去慢慢流行的感觉 所以我们下距离 现在跟着我们出发 我们到老港 Rioko Okunjo 去看一下夕阳 在夕阳的面前看 夕阳还有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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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看完我们为你准备的野餐和农家大餐 还喜欢吗 准备好了吗 我们一起准备boating 从老旭云河到森尔伦斯河的老港区 一起看去年的国庆烟火秀吧 我们一起发现海外生活的美好 这是你和我的旅行生活施放站 记得要关注加拿大放风频道 喜欢今天的分享记得要转发哦 还有评论 我们一起下一次个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